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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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讲什么呢?就是讲喝酒和IQ 英国有研究发现 喝酒和智商有重大关系 因为喜欢喝酒的人 智商就会比较高 而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都会比较有优势 不过这样 喜欢喝酒的更容易会有瘀酒的问题 要留意心脏 肝脏 肝脏 血管 还有情绪问题 真 并假 今天请来全埋进心理服务 臨床心理学家 欣智俊先生Patrick 为我们解开迷团 Patrick 欢迎你 谢谢 Patrick 聪明的匹别小朋友长大之后 就会比较喜欢喝酒 而且会比较早接触酒精饮品 每个月最少都要喝醉一次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另外想问一问 智商会跟人高与低 跟他什么有关系呢? 我先回答你下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智商 通常我们量度一个人的智商 都会用一些IQ Test 所谓 通常IQ Test有四个大的范畴 包括语言能力 邏輯思维 我们的组织能力 我们叫做Working Memory 还有最后就是 究竟多快 我们运作的脑多快 至于你说 我都看过下一份报导 是一个翻译的报导 我就要很小心开筹 看一看 哇!原来喝酒 竟然可以提升智商开筹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 但当我看看 看一看清楚 原来在中英文翻译那边 都有一点点逻辑的 不可能 很多人会没有留意到这个 所谓逻辑的 我选一个比喻 就是说 如果地上濕了 你们会觉得是因为什么事?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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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下雨 那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说 地上濕了 一定是下雨 你也会咒味 是啊 如果反过来 如果下雨的话 地上濕 是吧? 很正常 那就是 哪个鸡 哪个蛋呢? 哪个鲜 哪个厚呢? 因果的问题 那份原文 我想很少人会特意 走回去原文 看看那个英文的文章是怎样的 其实英文文章是说 原来 高智商那班 就会喝多一点酒 或者开早接触一点酒 不代表反过来 真的不代表你喝酒会提升智商 你应该很小心 明白明白 那 至于再看看 详情是怎样呢? 那份文章 他讲过是 究竟由小过 一个七年班 的小朋友 他就是那时候量度 究竟智商高低 至到他 七年之后 或者长大之后 究竟喝酒的多寡 他追踪这班小朋友 就说 原来 不计他究竟找多少收入 不计他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 喝酒多一点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大数据 就是说 喝酒的 是会 可能 在譬如 大学大尊的人 他们会喝多一点酒 但是 淤酒 就有很大的分别了 淤酒的人 如果是 智商低的人 他们淤酒程度 会高过 这班 智商高的人 那就是说 他们其实 一些 比较聪明一点的人 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 会比较高 因此 他们会 是 可能 小时候 就会 喜欢试不同的东西 去做一些实验 但是 他们未必 会去到一个 淤酒的情况 即是代表 可能 高智商 聪明一点的人 他们懂得 如何喝酒 即是 懂得如何品受 一些酒 酒类的饮品 去享受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很多时候 可能品酒会 都可能比较高 一些 一些环境场合 所以 会不会 可能 喜欢这些 可能享受酒精 饮品的人 就会语言能力 比较发达 可能社交关系 都会比较好 那就要看看 究竟 这个 酒精 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 因为 酒精 其实 都是一些 化学物质 我们叫做 和烟 和咖啡 我们叫做 合法的化学物质 或者甚至合法的毒品 基本上 我们的脑 就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 去传递信息 可以打个例子 就是一个 不同的道路 去不同的位置 中间有很多 红绿灯 至于 酒精 就属于一个叫做 镇定剂 镇定剂 其实就是 将我们的脑部 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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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动物质 当我们喝了酒 之后 随着身体 进入血管 到我们的脑部 它便会减少 一个脑神经的 固域 即是 谷安酸 这就是一个 我们是 去 即是 绿灯 的一个 兴奋性的 神经的 底质 減少了 即是 绿灯 少了 车流 也会减少 至于 亦都会增加 一个叫做加白 即是 四安基丁酸 这个全动物质 它就是一个 红灯 它是包括 停止 去组织 和 区分资讯 而 少了 绿灯 多了 红灯 即是 减少了 绿灯 減少了 车流量 特别 是 我们的前額业 我们的前額业 就是 负责 控制我们 理性的 运作 管理我们的 邏輯思维 既然 如果脑里面的 资讯 慢了 只有 较大的 信息 才会容易 通过 我们有什么 会减少 例如 情绪 我们五官的 感官 我们的 记忆力 和注意力 都会减少 既然 想像下 少了很多不同的 资讯 少了很多 车在那里走 大路 就好像 走得顺畅 我们思想的数量 就减少了 某程度 都叫做 我们的思想 好像清晰了些 但很多时候 就会重复 想着一个想法 就是 今天真是舒服 今天真是坦 那 个人就好像要放松一点 而 思考 清晰的思考 就是 近乎一个 没有想法的情况 那 至于 语言能力方面 那 个人 没有那么 驱促一点 自自然而 我们 讲的东西 都可以 畅所欲言一点 所以 好像 不需要有什么 阻滯之下 也不会有 社交焦虑 喜欢说什么 就说什么 好像 变得语言能力 就比较好 当喝酒的时候 嗯 都见到 有些人 他们可能 喝大了 可能喝得过量 那时候 可以叫做 发誓风 的情况 其实 会不会影响了 自己的情绪 和他人的情绪 嗯 如果 刚刚 开始喝酒 那时候 其实我们老婆 都会增加一个 多巴胺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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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令我们开心的 一个化合物质 很多时候 令到人 再想 再喝一杯 嗯 但是呢 如果 嗯 停起来 就是他们喝了一个 过量的情况之下 停下来 不喝呢 会怎样呢 你猜 很多时候 就会令到我们 不能够睡着 有一个头痛 嘔吐 全身无汗 發抖 等等的感觉 这件事呢 我们身体的感觉 很多时候 会令到我们很害怕 嗯 嗯 为了掩饰了这些症状 还有 按住这些 这么不舒服的感觉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 用 多喝一杯酒 来 减低 这些感觉 就好像 麻醉自己那样 的确如此 那么 很多时候 我们 有很多人 喝酒 都是为了 麻醉自己的情况 令到自己 麻木一点 就不需要 想那么多 刚才我说 减低了情绪 减低了想法 自自然而 人好像没有那么大困扰 那样 但是 酒精 是一个 利尿剂来的 某程就是 当我们身体缺水的时间 我们就会 身体自自然而 会向我们的脑 抽水 令到我们的脑 就真的 会缩细 因此 就产生一些 头痛的感觉 而 其实我们 每个人 每一个小时 只可以处理大概 一杯 酒的份量 但是 多于一杯的时间又如何呢 就会 留在身体上 所以 大概 可能 三至五杯 就开始 影响我们的小脑 小脑 就是 负责我们平衡 可能 大概 50ml 所以 看到 通常有第三杯 就会有第五杯 所以他们会 很稳很稳 可能 走走 那时候 不会站得稳 要人家扶着 是的 所以 就是他们这样 如果通常 很多時候有些人再會不斷瘋狂飲 會不會出現一個酒精成人的狀態呢 至於是否酒精成人 我們都會有一些評估的工具 可以評估一下 不過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 究竟 剛才你今天第一餐飲的那杯東西是甚麼 牛奶 牛奶 有些人喜歡喝咖啡 有些人喜歡一早上吃煙 甚至有些人一早上先喝一杯酒 這是一個我們叫做 小小的指示 告訴我們 它有可能因為這樣 而有一個成人的狀態 至於真的要去看看它是否成人 我們就要去觀察一下 究竟有沒有以下幾個狀況 又包括 究竟他們喝酒這段時間 會不會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包括他們的關係 再者就是 會不會重複地 引致他們工作上又可能做不到 而 有幾個 有些上網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量表 究竟會不會影響到他們 他們在十二個月之下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他們很想去 戒酒 但又不成功 很想可以減低他們喝酒的數量 又不成功 而且 當他們剛開始喝酒 我們會有一個 幾開心的狀況 甚至可能 可以回到我們正常運作的情況 但當他們是一個瘀酒的人 就是 當他們再喝起這杯酒的時間 這個份量 可能一杯的時間 他們再不感覺到有甚麼開心的感覺 而他們需要喝三至五杯 才開始有開心的感覺 就是我們身體慢慢就會有一個 叫做 Tolerant 就是說 我們 有一個 慢慢有一個 叫做 適應力 對 適應了這個酒量 才可以維持到 他們日常生活的功能 而 亦都會可能引致一些 例如 法律上的問題 例如 聚酒駕駛 等等的情況 或者 他們花很多時間 去喝酒 一天入面 而 其他的事情 通常都 拋出腦袋 對 是的 這幾樣東西 如果有 剛才我以上說的 可能多過三樣 都有可能 是一個 試酒的情況 明白的 如果真的影響到 一些工作 生活上面 有甚麼心理輔導 可以幫助他們 至於 輔導方面 我們很多時 第一步 會用一些 動機式的會談 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看看 那個人 有沒有動機 去改變他們的情況 首先要走出第一步 對 因為很多時 有喝酒或其他成癮的問題 他們很多時 首先 不承認 不承認自己 這是問題 就是 因為他們很多時 都覺得 我要喝酒 才能夠 有這樣的 才能做到的事 正常做到下一步 他想計劃的事 是的 而究竟 究竟 去到 怎樣去看看 究竟 他知不知道 究竟 酒精 有沒有影響 他 很多時 他們都處處 處於一個 比較茅蠻的心態 他們又知道 原來 酒精是影響他們的 但 這樣又不行 去到 這個程度 就是說 原來 他們有些事想做 但是 就是因為 有酒精影響了他們 而做不到 他們就覺得 要 某程度 理性化了他 覺得 我一定要喝酒 才能生存到 至於 去到下一步 他們真的有想過去解 我們才會用一些其他的 例如 認知行為治療等等 或者行為治療 去幫助他們 怎樣去做 很多時 第一件事 我們就說 究竟 目標是甚麼 目標就是 一天 沒喝酒 一天 不可以喝酒 一天 我們每一次 就要一個小成功 因為很多時 當我們 譬如 我們要 十天 不要喝酒 兩個星期 不要喝酒 但誰知道 在第五天 他們就定不住 因為有一個很挫敗的感覺 怎樣去減低 這個挫敗的感覺 就要慢慢去設一些小目標 很多時 他們 怎樣去減低 錯敗的感覺 就是喝酒 喝酒去減低 他們的情緒 你說得很對 設一些小目標 是非常好的 因為 我們的目標是 只不過今天 不喝酒 是否比 兩個星期不喝酒 或者 我以後都不喝酒 很容易 就像做運動一樣 對 就說今天要做運動 或以後都要做運動 其實情況都是一樣的 給自己一點成功感 先不要打複自己 另外就是 究竟 剛才說 如果一個瘀酒的人 他們花很多時間 去喝酒 每一天 究竟 當不喝酒的時間 那些時間 要做甚麼 即是時間真的多了 對 悶了 沒事做 沒事做 他們平時 一向以來 喜歡做甚麼 飲酒 所以就是說 究竟有甚麼 可以隨便喝酒 這個時間 例如找回以前 他喜歡做的事 例如你們說 做運動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我們 又會產生多點 多巴胺 令我們開心一點 或者 究竟要花時間 真的去背叛自己身邊的人 或者 參加一些興趣的班 那怎樣可以 從行為方面去著手 將我們 喝酒的時間 取代 甚至去旅行 這個是 其中一個方式 用行為去改變 至於 究竟 有一個 社交上的支援 也很重要 所以在外國 很多時 他們都會有一些 AA 群組 即是說 戒酒 無明會 一個 社交的支援 大家都是同一條船 大家都是想戒酒 原來我上網查過 九龍的寧遊堂 柔寧堂也有這些 戒酒 無明會 任何工作人士都可以去看 他有一些 開放給其他人 看看自己 剛好自己 去聽一下 不需要自己說話 即是你可以選擇說話 或者不說話 嗯 這些 小小的支援 都可以幫到他們 多些能量 可以面對 他們的酒精 影響生活的情況 而 認知行為治療 而認知行為治療 而認知 是如何改變我們的想法 因為 我們很多時 想法方面 會影響 我們 如何面對自己的壓力 面對自己的情緒 所以就是 究竟 有甚麼 在認知上的謀物 我們很多時 都會出現 例如 只有黑白 我只有喝酒 和不喝酒 在這個世界 我只有過量 喝到醉酒 或者我完全不喝酒 嗯 是不是 但是 很多時 減散的份量 都可能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 如何設定這些目標 給自己 其實 要去戒酒 這方面 是比較困難 但是只要 肯發出第一步 是一定做到的 我們觀眾 也有些問題 想問一問 Tatrick 那你先打給我 看一看 謝謝 如果 早點會喝酒 會不會代表他成熟了一點 會不會代表他成熟了一點 這是一個 很吊詭的情況 是 特別 當我們 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的腦部其實 未發育原理 任何的化學物質 都會影響 我們的腦部的運作 嗯 如果 早喝酒 早到 真的 那個腦部 未發育原理 去次喝酒 令到我們的腦部 不能夠預常地發展 自自然而 我們的聰明 能力 可能會沒有 真是他本身有的能力 而且 有一個 比較壞的影響 就是 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腦部 有些甚麼 基因上 可能潛在的風險 嗯 例如 一些 普通的 就是 情緒病 甚至 一些 你說 焦慮 抑鬱等等的情況 可能 都會是因為 我們的基因上 本身已經有 這個 瘋子在 而 喝酒 可能會 誘發了 這個 另外 嚴重一點的是甚麼 例如一些重性的精神病 所謂精神分裂 也就是 思覺失調等等的症狀 都可能 會因為不同的化學物質 影響 醃酒 任何的毒品等等的 化學物質 都會影響著 我們大腦的發展 所以 早點吃飲酒 是不是會聰明一點 我就非常傳異 正如 剛才的研究 就是 聰明一點的人 會早點去試飲酒 這個就是 雞蛋線的分別 明白的 適量的飲酒 可能會有益健康 但如果太過量的話 都可能會引發 很多不同的情緒問題 好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就要公佈一下 剛才說的心理測驗答案 一起玩一下 好 我想先說一說問題 究竟以下有哪種食物 你會比較討厭 好了 我先說了 就是 乳酪 辣豆 青椒 和肥肉 你會選哪種呢 Patrick 我四種都很喜歡吃的 真的嗎 如果在四種之中 你要選擇的 可能你要分 或者要先想一想 首先想想青椒 究竟是辣還是不辣 我很少吃辣東西的關係 我會喜歡吃甜椒 所以可能勉強來說 青椒 但我未知要討厭 那就當你是青椒 好了 好了 我就公佈一下答案 究竟你會不會為了上位 而背叛同事 嗯 OK 好 我們首先公佈一下 如果是選了娛樂的人 他們會怎樣 你會有旺盛的企圖心 經由了利益的趨化 會轉化成為不擇手段的惡魔決心 只要為了達頭的目擊 你就會更願意付出所有 包括了你的情意 道德上 而且你的掩飾功力 都非常好 不容易被人發現 成功率就比較高 而選納豆的人 你雖然擁有一番公職 要讓大家看到你努力的成果 但你不會因為這樣 而背叛同事的方式 去取到你最終的目的 因為你知道這樣做 不單止是不道德 亦都不可以持久下去 就沒有必要為了自己的名語 而作出一些賭注 好了 就選C 青椒的人 謝謝你 你就比較討厭被忽略的感覺 當你用盡所有努力去做 但得不到同等的重視或回饋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變成粉絲的人 變成一個壞人 所以企圖會用一些比較偏激的背叛 可能非常幼稚的行為 去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 和關心 要小心一點 好了 至於選D 肥肉的人 你是屬於一個淡薄名利的類型 你會用自己努力 讓大家看到和肯定 甚至會贏得擔當重任的機會 你會覺得非常開心 並且會全力以赴 但如果反應平淡的話 你又不會覺得特別難過 所以你更加不會因為這樣而傷害別人 會不會說出你的心聲呢 我們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Patrick 謝謝Patrick 我們會在逢星期一 在心活台的Facebook 出現一條新的題目 大家記得留意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YouTube的頻道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就快點訂閱 作法非常簡單 只要按一下訂閱鍵 按下旁邊的鐘 可以即時通知你 我們隨時有影片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